我們來先看到第一位 Joanna 欸 很漂亮耶 這樣的照片 大部分的男生都會喜歡 真的 很小吸引男生 郭鑫已經在問大小聘怎麼 辣辣辣 要問一下 這個根本就是杜莉最喜歡的 顏側面怎麼樣 側面妳看她的臀部 哇 側看成立 玲瓏有錯 妳可以先看一下那個嗎 對啊 好 嗨 一 二 三 你擦什麼眼鏡啊 要 我一直說就是 不要再那麼的努力 不要再那麼努力的化妝出來 騙人家的樣子 就是 哇 天啊 比歐 OK嗎這一張 腐式好 健康 健康 腐式健康 對 我覺得比歐已經漸漸對人生 失去希望了 而且她運用的職位 怎麼越來越少 請站下來 你確定你二十七歲嗎 我說 我看到你素顏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前男友有多帥 這個誠實要玩啦 誠實要玩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她的 如山真面目啦 好 請看 好 這流浪 我現在要抓到座鐵 我愛了嗎 座鐵太燦了 欸 這不行耶 這個下半身有點做作了 你的屁股嗎 這不感覺有電動系在你 可以抓一下嗎 他是故意把尺寸穿小 這只比路壽燕好太多 沒有那路左眼比較好 他在上面看好害羞 我只能告訴你 那你主持我就後面玩一下 玩什麼 老闆啊 你覺得這世界上最偉大的騙書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化妝嘛對不對 怎麼說咧 很多 我跟你講 以前我當製作人的時候 常常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會那個發通告的小姐說 譬如說 胡云蓁咧怎麼幾點的到底還不來 那通告小姐馬上給我拉到旁邊 胡云蓁 他就坐在你前面 怎麼 差那麼多認不出來 太誇張 很多 我每天誰都認不出來 你每天誰都認不出來 我跟你講 我老婆她買化妝品 根本就是浪費錢你知道嗎 她根本就是驚為天人 她就是 化妝這項技術 堪稱最偉大的騙書 能將人的外表 短時間做最大改變 而今天特別邀請到 四位號稱人臉偽裝師的來賓 究竟她們妝前妝後的改變 會有多驚人呢 待會兒就來好好見識 這場奇幻表演吧 你認為哪一個國家 女生的化妝術最強大 妝前妝後的落差是最大的哦 班長先來 皓仁姐 我覺得是日本 日本人 因為你知道我覺得 年紀輕把自己畫漂亮 那不稀奇 對 真的 因為我朋友嫁到日本 他就跟我說 日本的家庭主婦 一早起床第一件事要先化妝 不管有沒有工作怎麼樣 他們就算下去倒垃圾 都要化妝 很多日本先生直到 離婚的那一天 才看過老婆的素顏 離婚那一天 離婚也看不到 離婚都看不到 到老了 走的那一刻都還沒看 看不到 因為李醫師又幫她化好了 又化好了 對 所以呢我就問她說 那我就看一下她的照片 我就會發現 每一個四十幾歲的家庭主婦 都把自己畫得超美的 真的 對 日本滿足的 那皓仁姐一起床的時候 都做些什麼活動 我跟你講 我是很奇怪 我不化妝 不相信 不相信 你給我相信 真的 其實你們評評你好不好 我剛剛講我老婆 你就把我的臉對著這個噴頭 那她現在講這個話 為什麼還可以坐在那邊 不是 那我們就請阿龍去拿那個卸妝油啦 我OK喔 OK 真的我OK喔 你怎麼眼神有在威脅我 我 真的啦 好 不要惹班長 那我們問郭欣好不好 郭欣 我也相當認同班長說的話 郭欣看過我卸妝 我們不知道是班長 我們沒有在問這個 我們在聊日本了 對 郭欣有沒有 有 我們在問他 他覺得哪一個國家 郭欣覺得怎麼樣 我也覺得是日本了 對 這一點完全認同班長 是 因為在我印象當中 日本就是COSPLAY 然後還有以前的109辣妹有沒有 我的妝容都是很誇張的 所以感覺他們的化妝術是非常厲害 真的耶 我們以前我們的同學啊 上課不上課 早上五點就起來化妝 化了跟什麼一樣的 然後功課還不是不及格 對啊 我們很注重這一塊耶 那荷蘭 他們兩位都說是日本 您有什麼看法 沒錯 就是日本 那就是日本冠軍 對啊 耶 後面都不用聊就對了 我之前又有個同學 他每天早上 他會花三個小時打扮 然後就是長非常的濃 他的眼睛什麼都突然變成 都比我海大 我不知道他的眼睛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是日本人嗎 日本人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很誇張 在網路上甚至 發現一個故事真的很誇張 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的男朋友以為她很美麗 然後她的男朋友以她為傲 然後她給她一個聖誕禮物 就是給她看她的素顏 然後結果你不會相信那個差別多大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不可能啊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她應該太多鬼臉 那是做鬼臉吧 但 那還是一個 非常醜的鬼臉 阿龍我可以問一下 她素顏的時候 她在看哪裡啊 那重要嗎 不重要 她好像也要看後面 我不知道她在看 我們真的是同一個人 對啊 但之後她也很紅 因為她把這個照片都發信出來 透過Twitter 然後就很多人都開始跟隨她 所以日本人就是因為 她的化妝技術很強嘛 是啊 那順便她的落差也強大 不過呢 我最近有看到那個網路上的一個影片 比這恐怖嗎 比她剛剛照片那個恐怖嗎 就有一點不一樣的恐怖 但是真的是 日本人驚訝的那種 對 日本人驚訝 那種恐怖電影 就是這紙對上加野紙 對 看影片就知道囉 好 我們來看影片 好 大家好 我最近有多分 因為你看小婷婷那個頭髮一撥起來 有沒有 真的就是寬的 可是人家頭髮一放下來 拍照的時候就超漂亮 對啊 我們只能說這位女孩好大的面子 頭髮對女生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 對 因為小婷婷她其實自拍的時候 很漂亮 真的她就是把頭髮撥到前面 然後眼睛這邊就是刮子臉 但我覺得大家最近應該都忽略 其實韓國真的很厲害 你看喔 現在所有的電視都是HD對不對 你去看所有的韓國女星 她們那個皮膚啊 光亮的 那個妝多扣 你看那個宋慧喬有沒有 對 那個是完全沒有毛細孔的皮膚 我就想說怎麼可能韓國人都不會長斑 不會長痘痘 但是他們正在電視上螢幕呈現出來 那個效果真的很厲害 不只女的啊 你看宋慧那皮膚也是可怕耶 對啊 男女都好得要死 對 所以我覺得韓國其實也滿厲害 而且他們現在化妝品什麼都滿強的 對 其實杜莉也是來聊化妝品的嘛 應該是吧 你擦幾號粉底啊 我擦 你在笑 我很認真耶 真的哦 真的有五十九號 你不知道 我現在去錄節目的時候 我都是自己帶我自己的粉底 因為這邊都沒有我的顏色 你知道我們之前也看過很多影片 都是美國的白人跟黑人女生 超會化妝的耶 很厲害 那些女生他們很厲害到 他們可以一開始就是長得很像 露露的那樣子 然後化完妝 就是變得很像林志玲 這麼漂亮的 他們很會修容 他在故事之中還得罪了人 對啊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自己看一下 哇 是不是落差很大 真的耶 不是媽媽跟女兒吧 一開始就是小 右邊那個很像那個美國歌手 Nikki什麼那個 Nikki Mnage 對啊 你看這邊一開始都是小兩個 後來就變成一個我耶 什麼小兩個 所以你有救了 他很大 不是 莊前莊後啦 你看到一定會過目不忘嘛 對不對 因為你看過以後 你會不會覺得哇塞 這到底是你嗎 你以前做節目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這種嗎 很多 講一兩個名字來聽聽 我問你台灣男生喜歡 女生化妝很多嗎 沒有耶 其實台灣男生喜歡女生淡妝 淡妝 淡妝 但是今天呢 我們現場請了四位 號稱是 畫腐朽為神奇的 女化妝師 哦 所以他們很會化妝 已經比我們那些化妝師 還專業了 對啊 現場我們有他們的照片 剛才有人說 網路上的世界是很虛擬的嘛 是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照片 而且這些人呢 有多兇 你看 揭幕啦 要請阿龍下來啦 對 阿龍不好意思 麻煩你了 好 揭幕 小心一點很兇哦 他用紅布哦 這個威力很大哦 準備好了嗎 你要這樣 對 好 我們來先看到第一位 Joanna 好漂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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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援,你幹嘛把我推開 很漂亮 如果這個人走過來 你會不會想要跟他交往 我手不定會向他求婚 真的耶 求婚 你看看 剛好 我穿了 直接看到就求婚 你看 你看他的頭腦有多發揮 你看一下這張照片 像這樣的照片 大半的男生都會喜歡 真的 因為你看他的妝 跟他的胸前的那個胸尾的樣子 他的胸尾 非常吸引男生 郭欣已經在問大小聘怎麼辦了 我也想跟他要電話的請舉手 重點都有出來 最吸引到我就是他的垂唇 他的垂唇 對啊,我滿喜歡 就是比較厚一點的垂唇 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的開幕儀式 謝謝 謝謝 好,現在看到的 只是照片 大家都想跟他交往對不對 沒有這樣 至少會要要電話吧 要 那我們就把他本人請出來了 本人有來耶 對啊 本人有來,弟弟 有來哦 那我們歡迎Joanna出場 辣 要亂出來了 能買很好耶 這個根本就是 杜莉最喜歡的顏色嘛 這一套 杜莉這套我 紅色對我來說很漂亮 而且 小梁哥,你看他側面 側面怎麼樣 側面,你看他的臀部 側看成立 不得了 天啊 JULIA 好翹哦 JULIA,我們現在看到你這張照片呢 是多久以前拍的 大概是一、兩個月 那這張照片有讓你獲得很多 男生的追求嗎 之前有瘋狂粉絲 就是因為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 結婚了 太早了吧 真的假的 對 然後我老公就是雙國基 然後也是加拿大人 然後他那時候就一直瘋狂說 加拿大人 那你要小心哦 我怎麼會加拿大人 我沒有加拿大人 我平常他就是很瘋狂 我就一直傳訊息給我 跟我說 他希望約我出去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已經結婚了 然後他說不可能 他說你怎麼看起來就很小 應該沒有結婚吧 我就直接把我的身分 版面直接拍給他 我說這樣你相信我結婚了嗎 他說沒關係 我可以為你當小三 那請問一下 請問可以方便問你今年幾歲嗎 不是每一個加拿大人都這樣 今年二十五歲 對 太少了啦 那妳是結婚而已還是有小孩 我二十三歲 好年輕 好嗎 太過分了 怎麼會這樣糟蹋自己呢 喂 已經結婚四年了 所以你平常上班都是會 以化妝的這個樣子嗎 我有 可是有一次 因為我想說第一次開會 還是有化妝 然後第二次我就沒有化妝去了 然後那就是那時候業務代表 就說 請問現在我們公司之前 來那個代表怎麼沒有來 然後我說那就是我啊 他說 你知道你今天如果是 就接日本客人的話 你可能會丟單嗎 妳是做什麼樣的工作啊 我是活動主持 然後我也會就是企劃 對 其實企劃 那很需要 妳講話委婉成這樣是怎麼樣 什麼叫不素顏 活動主持人 怎麼能素顏上去耶 對 一定要完妝嘛 每次平常是接活動還有記者會 我稍微要打扮一下 對啊 我可以先看一下那個嗎 對啊 嗨 嗨 嗨 怎麼了 怎麼了 你無言了耶 他剛剛有抖一下嗎 他剛剛有抖一下 怎麼了 不好說 這一切都不好說 這個月份看多這個不好吧 怎麼了 小燕哥 怎麼了 這位插到很多嗎 有這麼嚴重 對 我覺得還差很多吧 沒有關係 你們看了 看了就知道 好不好 究竟他素顏會不會讓日本客戶丟單呢 一 二 三 好可怕喔 你這樣子講很過敗 陳韋如 陳韋如 你剛剛說什麼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什麼叫好可怕 有一件 怎樣 怎麼差這麼多 因為我眼睛本身是單眼屏 然後就是化完妝 後來變了單眼屏 然後你跟著化妝 你擦到什麼眼鏡啊 沒有 而且 看仔細一點 他只有二十五歲耶 他很像黃鐙輝老婆琪琪耶 很像 很像 重點來了 河南先生 你究竟會不會丟單呢 怎麼差這麼多啊 沒關係 直接離開就好 真的哦 直接離開到西方極樂世界 沒有到西方極樂世界 那 怎麼會這樣 好難講話 是不是不好訪問 就是說 沒關係 繼續說 對啊 那你素顏 可是因為這個膚質 您這個是過敏還是 對 過敏 就是我之前就是 大概是只要季節一轉換 因為現在六七月 然後一轉換皮膚就會 那個長痘痘 不是 我很好奇一個問題 是 你老公會希望你平常都化的妝嗎 還好耶 他不會就整天 所以他也能接受你素顏的 就是 其實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去玩水 然後那一天是去那個水上樂園 然後我的妝那時候是OK 可是 我後來知道防水很重要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水 就是那個它是人工浪 然後直接就潑下來 然後我的妝整個灰 然後說 天啊 你是水鬼嗎 水鬼 老公直接這樣吃水鬼 因為他嚇到 因為他沒有看過我素顏的時候 那後來所以他都 沒有 他還是有回家 明天都回家 你化妝是 你特別上過課還是這樣嗎 你莫慌好不好 你幹嘛口急呢 沒有 我就是想好也要怎麼講話好嗎 就是 你是從完全都不會 然後去上課 才可以化成這樣子嗎 有人指導你嗎 沒有 我就無師自同 無師自同 自己學的 他這個妝畫得很厲害 其實有學修片嗎 沒有 我沒有修 這張沒有修 那你痘痘怎麼弄掉的 我那時候 我就剛剛說了 就是因為我六 七月都會轉 我記得轉換就會長痘痘 對 怎麼樣 河南 這有比日本女生厲害嗎 幾年前 我來台灣之前的故事 那就是那個 跟他有曖昧的關係嘛 然後剛好約到 跟他約會的機會 但是早上他那個化妝很完美 完整的樣子 然後一路往到往上 那他那個莫名其妙 他突然間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妝都是卸掉的感覺 假眉毛也是就是裂開嗎 假睫毛分開了 分開 然後就 他是太刻意做這個 完美的狀態 那往上變成這個不好看的樣子 就我的那個感情已經沒有 他出現了以後 你講這個故事 對他也比較好嗎 蛤 恐不折言 我意思是說就是 不要再那麼的努力 不要再那麼努力的化妝出來 騙人家的樣子 就是 那你們覺得 我們都不敢這樣 那很奇怪 有吧 有嘛 男生們一定會有 那你們很奇怪 又不要女生用力的化妝 那他這樣出來你又要丟單 沒有 所以我覺得來台灣之後發現 小孩都哭了 你看 聽你講 不好意思 那個 就是來台灣之後發現 台灣女生算是 我個人那個感覺來講 是比較 淡磚 素顏 那我旁邊的日本朋友都說 台灣女生是沒有騙人家的樣子 對 那眼睛好大喔 照片看起來很大 可是你這樣真的看不到 你的眼睛在哪裡 有 我跟楊維 請注意一下自己的眼型 我覺得他有放瞳孔放大片喔 可是你看那個眼睛這麼細條 你怎麼塞進去的啊 你幫我拿眼睛 對啊 你眼睛很小耶 對啊 沒有 因為 沒關係 因為我以前國中老師常常跟我說 我跟你說 你眼睛要張開 要張大 要上課要專心 我說我已經有張開 你剛剛講因為我一樣花 對 OK 我習慣了 好 沒關係 因為這只是他的素顏 他已經很勇敢在這邊了 對啊 而且今天女性的福音來了對不對 有的人不知道該怎麼樣的 去這個裝飾自己嘛 今天Joanna就要來示範了 對啊 那就請Joanna下去 幫我們化個完妝再上來囉 謝謝 麻煩你了 謝謝 好 接下來是第二位熊寶 先來看一下他照片長什麼樣子 這個先開 那有開光過嗎 開光過了 好 那我就掀開了 好 這沒有 好可愛哦 眼睛好圓哦 而且他媽好尖哦 妝很淡 臉好小 這應該沒有騙人 應該沒有化妝很淡 這很難騙了吧 因為你看 淡成這個樣子 對啊 頂多眼線而已就這樣而已啊 他沒什麼妝感耶 對 眼妝也還好 這皮膚很好耶 OK吧 雖然這個不是我的菜 但是我覺得還滿可愛 對 可愛嘛 對 你的菜是什麼 阿龍怎麼樣 剛剛看怎麼樣 一樣 我覺得可愛 不算正 我覺得可愛 所以應該覺得他不會是那種落差很大對不對 對 安全 一定安全 好 本人要出來了 好 好 我們歡迎 他今天怎麼剛好穿空位呢 他都有空啦 都有空 對啊 讓我們歡迎第二位熊寶出場 來囉 可愛哦 而且穿的是一模一樣的衣服 對啊 站在照片旁邊 鯊魚夾出獵了 你看看 好 熊寶你好 嗨 大家好 請問你今年幾歲 我今天二十四 有 二十四歲 看起來是中心無敵嘛 嗯 這張照片有修過嗎 沒有 都沒有修過 都沒有修過 他皮膚一定很好哦 這張照片你看起來妝不濃耶 對 因為我比較習慣 都是走比較淡妝的方向 不錯 不好意思 好 這樣 沒有修過 可是有美拍對不對 有美拍嗎 你說美白過嗎 不是那個那個 美肌城市吧 對 那個APP對不對 有嗎 那個沒有調很高 那個 不好意思 現在那個不算修片啦 對 公文 沒有 因為剛剛上一個 出來的時候有讓我們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二十五歲結婚生小孩了 你單身嗎 我有男朋友了 你有男朋友 男朋友有看過素顏嗎 看過 那放心了啦 對 那後來還有打電話給他 還在交往啦 還在交往 還在交往中 對 那你這張照片應該可以獲得很多 我們剛才大家都一致認為說 你是非常可愛的 然後非常清純的 這張照片有 看過這張照片 你有多受歡迎 因為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嗎 那時候很多人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那個社群網站的站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也會有人 就是主動來詢問我 問我有沒有男朋友 然後打算我這樣子 聽不懂嗎 很可愛 很可愛 沒有 是我的意思 而且他在直播界也相當有名 怎樣 你有在直播是不是 對 我也有在遊戲平台上面做直播 對 那你遊戲平台上面做直播有化妝嗎 一開始沒有化 然後就沒什麼人 然後之後我化了之後 就開始變得比較多 然後之前沒化的時候 還有人會罵我說 你怎麼長這個樣子 什麼 超市淚這樣子跟你講 我們會這樣 那你自己還不是來看了 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因為那種平台 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明明就不喜歡 但是就偏偏喜歡來他們聊天室 然後在那邊去嗆你 那化完妝之後差別有多少 化完妝之後就有人跑來說 他還說你好漂亮喔 給認識啊 給虧嗎 這樣子播 你差那麼多 那是不是我要在我的分析葉 開始化妝才會變多 真的不用 不用 分析葉關閉 聽說你素顏的時候 同事怎麼樣 平常都會請你吃飯 但素顏的時候 素顏 對 這麼現實 對 因為就是我素顏的時候 那時候跟他一起共事嘛 就是一起上班 然後他就有時候會聊到說 我們去哪裡吃飯 然後要不要請啊 因為我就是我們感情很好 我就無聊就是這樣子跟他說 然後他一直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請你啊 然後怎樣之類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化妝上班的時候 他看到 他以為我是新同事 然後他才 他還跑來問我說 你是新來的嗎 然後我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我是誰誰誰 然後他說 你怎麼長這個樣子 怎麼會變得不一樣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再不要跟我一起吃飯 有差這麼多 他也氣到說 有差那麼多 對啊 那我很好奇 我想看到素顏長怎麼樣 你要先看 我先看 剪刀手部 你先看好了 因為我剛剛前一個 我還是以那個驚魂未定 好 我先看 他說這個同事認不出他來嘛 對不對 會不會連他媽媽也認不出來 需要認一會兒 要認一會兒 需要認一會兒 差很多嗎 外邊畫得很單對不對 對 那時候畫得有多少時間 你說他畫這個妝嗎 你畫這個妝要多久時間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這麼久 糟糕了 我給你畫得很久 糟糕了 爛龍刷多久 這樣的妝要畫這麼久 糟糕了 重計了 剛剛看徐曉翔 徐曉翔 糟糕了 我們來看一下素顏 一、二、三 你為什麼憂鬱呢 好精采哦 真的要認一會兒 對啊 認很久吧 我可不可以講一句 但不好意思 可是我真的覺得有點像 Tony Chen Tony Chen 好像 你也太狠了吧你 對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很差化妝耶 比歐你的眼睛又壞了是不是 把比歐 你會不會再整齊一下 我已經... 不要生氣 你會不會這一整集眼鏡都破了 怎麼樣比哦 我剛才就多痛了 頭很痛這樣 眼鏡為什麼可以弄到這麼大 好厲害耶 教教我們好不好 大概有一些什麼樣的器具 跟器材有沒有 因為我是單眼皮啊 然後就是我會用那個雙眼... 那個假睫毛去... 一樣也是用硬梗 然後去撐起來 那因為我這支眼睛 它是比較垂的 對 我一支眼睛是圓 一支眼睛是垂的 然後所以我會再做加強 可能用小睫毛膠 或者是雙眼皮貼 去把它貼起來 我也有暗戀過一個男生 然後我呢 可是那時候... 那個人知道嗎 他知道 轉學了吧 沒有 你不要這樣 不是,我說有的時候 告白之後 可能不是那麼綜藝 就我們兩個是屬於曖昧狀態 然後之後 因為我也感覺到他是喜歡我 然後我是這麼覺得啦 然後我就請我朋友去幫我問他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喜歡那個熊寶啊 你怎麼不去告白 結果我那個... 我暗戀的那個男生就說 我怎麼會 這太過分了吧 這太傷心了啦 對啊 後來妳有哭嗎 因為這句話 有,其實我滿難過的耶 因為我也是為了他 然後專學 為了要跟他一起讀書 對 共進退這樣子啦 後來有去黃大仙廟打他嗎 黃大仙來囉 黃大仙來囉 神明都生氣了 黃大仙來囉 那我們就要請你下去化完妝 再上來我們看一下 你完妝後的樣子囉 好 正名是這一位嘛 對不對 謝謝熊寶 謝謝 謝謝 剛剛看第三位 張小瑜 天啊 騙 太棒了 可愛 這張照片是有嘻笑耶 怎麼樣 為什麼上班車在這裡 他腿在這啊 但是 後面有幾個 別人的啊 別人幫他拍的吧 還是這是下一集 中元節故事的照片 這個連女生看得到衝動了 對啊 好正喔 膚色又很健康 但這個睫毛就有點危險 對 睫毛有點濃 就會像剛剛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有前車之鑑 就會擔心他的眼睛 比歐OK嗎這一張 腹色好健康 健康 腹色健康 對 我覺得比歐已經漸漸對人生失去希望 沒有 因為這個 而且他 他運用的職位怎麼越來越少了 因為看得出來就是 但沒有很自然啊 看得出來 沒有很自然 可是他鼻子還滿挺的 你有沒有發現 他鼻子還滿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他差異應該不會很大 因為他五官算是滿深的 是 但至少他的身材是好的啦 對 其實這個是 零班呢 我想知道的 因為按照前面兩個女生 我們已經知道落差會很大 那很多家的東西 很難講啊 我們第三個來一個正的怎麼樣 我沒有說不正 但落差很大 就是那個差別很大 那其實我比較想知道這個 滿腦子 他膨的很大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 對啊 明明聊化妝怎麼聊到 哪裡邊 你手放哪裡 沒有 是放後面 他等一下又噴 這個又倒了 我要把它扶好 好好扶 你那個位置 扶哪裡都不對 可是當然很像 很像日本女生吧 日本女生 所以那種109健康辣妹類的 對 有一點點 好 我覺得主要是 它是很標準的四十五度角 角度 這個是很標準的那個角 這個很重要啦 好 究竟這一位張傻瑜 是 到底會不會是 像照片裡面一樣的正妹呢 歡迎 小鈺出場 相當俐落的一位哦 哇 來 這邊 這邊 來 這邊 小人哥不敢碰 好危險 你好 哈囉,你好 請問今年幾歲 二十七 有結婚嗎 結婚了 是哦 有小孩嗎 有 有 幾個 一個 舞者 對,那是舞者 我以為他是啦啦隊的 對 也跟跳舞有差不多 對 這照片太辣了 連女生都有遐想耶 對啊 顯身太幸運了 而且... 還是你拍出這張的時候 自己也驚訝了 我自己也滿驚訝的 因為這個是用Zia拍攝的 什麼東西 Zia 那個美拍的 對 美拍相機啊 對 那請問他胸部這麼豐滿跳舞 會不會有負擔啊 不會耶 他是自然的 這是真的,不是假 他胸部真的很豐滿 真的 看得出來 對 老公,你沒有認識的時候 你有化妝嗎 我是有自然的 你 你說認識嗎 認識的時候有化妝嗎 還是那個時候他眼睛有問題 有化妝 然後第一次發現 你沒有化妝的時候 就小朋友啊 我覺得就是在教三歲小孩的感覺 他有覺得很不一樣嗎 有 所以他就用了小朋友這三個字 對 然後就去陽台抽菸了 那就是愛啊 有點被猜中的感覺 對 那我好想看到他完妝的樣子這樣子 他素顏說 他說老公說他長得像小朋友 對 我們看一下囉 好 我們 1 2 3 請再下來 你確定你27歲嗎 對,我27 他真的像十四歲的那一種 高中同學 他的膚質真的很好 皮膚很好 對 我沒有再擦白 而且本人還比較更白耶 對啊 是不是 對 拍這張的時候是有 45度假假修也不錯 沒有修容 但是用45度假拍的 對 了解 是45度還是450 太空虛了 你完妝之後真的差太... 手放哪裡 你完妝真的差太多了 完妝之後有人走在路上 給你搭訕要請吃飯嗎 我是曾經在東區的某個燒肉店 然後有遇到一個某 對 對 然後我是剛好要吃飽了 但是他就來坐我旁邊 直接跟我說 小姐,你一個人嗎 但是我就直接很婉拒說 不好意思 你怎麼答非所問啊 他問你一個人說我吃飽了 我就走了 對,因為他很想跟我... 這不是重點吧 對,他想跟我聊天 可是... 因為我已經吃飽了 覺得正要走人 應該不方便吧 他是 郭欣 搞笑藝人 是郭欣嗎 不是吧 搞笑藝人 不是 比如說是帥哥型的嗎 還是... 小兩個的好朋友嗎 不方便投... 沒有 線索很明顯了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你的妝啊 重點都會放在哪邊 我是會重點放在兩夾跟鼻翼 對 剛皓仁姐說他鼻子挺 對,難怪你鼻子可以這麼挺 因為我滿平的 他也滿挺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會注重這裡 然後兩夾是因為我有嬰兒肥 所以會特別去強調用筆跟粉 去打亮這裡 對,修容一下 那你通常畫一個完妝要多久 最久是到一個小時半 我很久耶 然後最快呢 最快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哦 他就亂畫啊 十分鐘 十分鐘你會畫一把 如果你只有十分鐘 很快啊 時間很快啊 全妝 跟這一步一樣 十分鐘 眉毛吧 可以啊 可以,十分鐘 好強哦 好厲害哦 你假睫毛耶 對啊 好厲害哦 我們現在請他下去化完妝嘛 時間也沒有很充裕啦 對不對 也要看他的技術啦 對啊 加油囉 好,謝謝 歡迎下去化妝了 謝謝 謝謝小瑜,謝謝 真的很漂亮 今天的最後一位呢 聽說他這個是一個 外拍模特兒 然後他二十一歲多年輕 好年輕 所以OK了嘛 十歲多年輕 好嗎 終於有一些要來回饋觀眾啦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哦 第四位,張黎 好漂亮哦 很漂亮 好,我們這第四位 張黎到底究竟 二十一歲的網路外拍美少女 長什麼樣子,來 好 好 歡迎出場 他看得很小隻耶 沒有很高 真的很白 照片拍起來感覺很高耶 對,他有的是平面的嘛 對不對 身高也還好啊 張黎,你好 你好 你今年二十一歲,對吧 那你從事這個外拍 網...外拍模特兒多久了 從十七歲開始 從十七歲開始 十七、四年 你完妝的時候 化完妝的時候呢 有沒有很多人會追求你 這其實是有差別的耶 素顏跟化妝 怎麼說 就是素顏 化妝的時候怎麼樣先來 化妝的話會被搭訕 這是很現實的 對 因為你走在路上 素顏沒有人要擬 可是你化妝的話 就是會有人給你搭訕 不然就是一直看著你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最後一位素顏的樣子囉 一、二、三 一、二、三 可是自然比較可愛啊 對啊,自然不錯啊 對 其實你無關是好的耶 對 你的無關有不好 請問一下我以上幾位 哪個無關是歪的 那你呢 滿多的哦 不會啦 還是差異 他的鼻子很挺耶 至少你是第四位有沒有 這四位裡面出來 法比歐沒插過眼鏡 沒有,真的 我覺得你自然比較可愛啊 對啊 真的 不會不好看 可是可能要 換髮型 換髮型 對 這個頭髮不太了解 髮型很重要 你剛剛說你這個化妝 都是上網學的嘛 那你上網學 有沒有學到什麼樣的技巧 讓你自己的五官更加分呢 有什麼比較特殊的 眼睛 眼睛的部分怎麼處理 我都會先黏雙眼皮 我是用雙眼皮膠去黏 因為雙眼皮比較方便 就是你雙眼皮可以放大放小 然後我會開眼頭跟拉眼尾 這樣感覺眼距比較大 你說用眼線把這個眼頭拉開嘛 對,眼頭跟眼尾 底下在用白的是不是 對,前面會打亮 他還有各式裝容的照片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畫 這是COSPLAY的時候 萬聖姐 好厲害 這不像照片 這好像畫出來的 好美喔 真的 油畫的 你好厲害喔 好像精靈喔 這是COSPLAY的嗎 對,這是男生 你好厲害耶 晉級的巨人嘛對不對 真的很強耶 不是,那一張是日常外拍 只是我裝的比較動漫的感覺 所以你外拍的內容 都是動漫的這個COSPLAY嗎 G多 好厲害喔 那今天妳要幫我們畫的是COSPLAY的 妝還是這個玩裝呢 日常妝 但是沒有帶假睫毛 好,那我們來持帶看一下囉 要不要還是戴一下 不要這樣子耶 人家有自信啊 不需要戴 謝謝你喔,那邊謝謝 謝謝 謝謝 你有沒有遇過啊 就是那種裝前裝後 真的差太多 像法比歐剛剛在擦眼鏡 我真的很驚訝 你記得那一次你幫演唱會嗎 然後他們晚一點來 你也是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忘了 或是你們剛醒來或什麼 但是我看到你們都是 完全沒有化妝 然後我看到六月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也 他的臉感覺整個搖滑下來 然後他就看到我說 你覺得我看起來比較年輕 對嗎 我就很怕 對... 比較年輕 對,很漂亮 但是其實我不敢跟他 阿龍,不好意思 你知道他坐完月子 他也會回來嗎 對啊,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敢...他回來 我不敢跟他講這個故事 不要跟他講 真的,我很怕他 我們會把這一段 剪成袋子 寄去給他 坐月子的時候給他看 但是 大家都認為女生化妝前後有差 其實男生也有差 真的,你有沒有看到梁鶴群卸妝 我有看了 男生 你就長這個樣子 我還有什麼差別 我以前... 我看過他以前沒有化妝 還沒有到銀光幕前的啊 你說在工作人員的時候 對啊 但那個 因為那時候瘦 那時候瘦 現在怎麼了,皓然姐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又是跟我老公出去 在休息站 你知道現在的 那個路上的一些朋友 其實他們很直接 對 他跑過來看到我就說 余小姐 你本人比電視上還漂亮耶 而且你不化妝 真的比較漂亮耶 然後我就很開心啊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也笑笑 他就馬上轉過去看我老公 但這時候男生希望他講的就是說 王宗銘,你本人也好年輕耶 對不對 結果他講... 他講完我知道就轉過去說 真的有個路人觀眾朋友 講話很TURBO耶 我有遇到啊 有個阿姨看到我說 你是不是那個梁和酒 我說是 你比電視上看起來胖耶 這個都還好 我每次遇到有人 他們都說 你是不是DULING 我說是啊 他說 為什麼 你本人還看起來比較黑 對啊 可能因為螢光那個啦 攝影棚有打燈吧 對啊 對啊 好了,究竟這四位化妝達人 有沒有化腐朽為神奇呢 歡迎第一位Joanna出場 歡迎 有耶 請 覺得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 眼睛 眼妝的部分嗎 複質整個完全變了 我沒有特別修 因為我不太會修容 我只會用眼睛 眼睛 對,眼睛好看 其他的就是靠美圖軟體嗎 沒有,真的沒有 我不會用美圖軟體 角度吧 對,這角度,對 因為你現在的照片 跟你現在本人還是有落差 妳說話比較客氣的嗎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比較漂亮 眼睛有放大的效果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放大片 我今天直接帶就是一半 沒有放比較好 因為這樣有妳的味道啊 而且妳今天是不是 只有帶一副假睫毛 對,只有一副 那這上面是兩副嗎 上面也是一副 那是比較厚一點的 放大片應該影響蠻大 是 那他出來以後 如果肚立臉色有點發白怎麼 沒有,因為他已經結婚了 我不好講話 對啊 但是你覺得他化完妝 完妝之後是 化完妝還不錯 這個是很好看 這個差滿多的 沒有味道 法比歐怎麼了,眉頭伸鎖 我比較喜歡現在的化妝 現在 對,現在的化妝 我覺得那種房 那邊那邊是太誇張,太假的 你要跟我結婚嗎 人家就結婚有小孩 怪不得一直在大廳 都沒辦法申請班 有小孩要結婚 好,真的是喔 好,開玩笑 好啦,這就是我們 第一位Joanna的變化了 厲害 謝謝,謝謝Joanna,謝謝 髮型也是有差啦 對 對啊,也是厲害啦 那第二位呢 我們剛才熊寶也進去化了妝 究竟變成什麼樣呢 歡迎熊寶出場 好可愛喔 迴響很大喔 有喔 好可愛 你的眼睛有差嗎 有差 眼睛對不對 對啊,他剛剛眼睛垂成這樣子 現在整個人就亮起來了 眼睛整個怎麼會差異那麼大 感覺眼妝真的很重要 所以妳眼睛只有靠 假睫毛 然後還有睫毛膠 妳看眼睛閉上有看到嗎 對,它也沒有貼雙眼皮 也沒有什麼耶 怎麼會變化那麼大 就假睫毛跟雙眼皮膠 這樣去把我的眼尾把它撐成雙眼皮 因為我本來是單眼皮的 雙眼皮印象很大 對 有差 這樣就還滿像日本小女生啦 我有一點忘記那個 她沒有化妝 我們等一下會搶照片到你手機 你記得 你會搶照這個就好 你晚上再慢慢看 我們會請刺青師傅刺在你的手臂 郭欽如何 瀏海啊,好可愛這樣畫一下 而且嘴巴有稍微修實一點的 對,因為我剛剛跟你說 我會在上一層那個粉餅 很好看 這樣子比較有那個 就是漸層的感覺 好可愛 對啊 妳的鼻子也看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不太懂化妝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的鼻子也看出來比較好看 妳有沒有做什麼讓妳的鼻子 鼻子的部分 鼻子的部分就修容啊 有打鼻影對不對 我把他打比較深一點 對,鼻影 看起來也比較立體一點 對 好厲害耶 對,差很多耶 這個已經夠立體了 但是下一位的鼻影更立體 對啊,謝謝你喔 謝謝 來看下一位是張傻瑜 歡迎出場 好可愛喔 這樣很好嗎 有,好陽光喔 對啊 哈囉 他怎麼畫都是有那種 同志的感覺有沒有 好可愛 兒童的童 童志的感覺 童顏 跟那一張野燕的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耶 不一樣 對,這樣子好看 這樣可愛比較好看 我滿喜歡他這邊的眉毛 就是這裡會讓他的臉 看起來比較長一點 對,因為眉型會比較浮 就是也可以拉 臉,對 臉會變得比較小 你觀察得很細微耶 三個目前出來 他跟照片差異是最小的 其他兩個就是說 照片出來的角度 跟現在本人的妝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差異 他跟照片幾乎一樣耶 看得出來就是他本人 就是照片跟本人是沒有落差的 跟照片幾乎一樣 對啊 那這兩位聽了開心嗎 不是啦 OK啦 OK 還是這樣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 導播我可以拜託你一件事嗎 是 你可以用這個45度角 模擬一下他們這個 這樣子的拍嗎 對齁 自拍的角度 他們就OK了嘛 你看那一張就是這樣啊 可以嗎 可以嗎 總寶 對啊,照片有 那個下巴就出來了 有,下巴就尖啦 真的有差 那旁邊 紅衣小女孩 來 有 有 45度角 有 有害小巴是尖啦 小魚 小魚去你那邊 位置上面 然後45度 真的啦 對啊 有 原來就是那個技巧在這兒 好抬照的角度 真的 45度角好厲害哦 好恐怖哦 為什麼導播你 你要過來我也要嗎 不用吧 你去85度喝咖啡啦 喝咖啡 來,杜莉,不好意思,你在幹嘛 杜莉,好可怕 我要練啊 不行嗎 OK,OK 杜莉這一段畫面會消磁啦 對啊 還有一位嘛,對不對 我來拿照片 我來拿照片嘛,對不對 等一下,大家忘記 她完妝長什麼樣子 第四位是張黎 跟她完妝之後 究竟差多少呢 歡迎張黎出場 可愛年紀,很可愛 剛才年紀很小有沒有 對啊 好可愛 她覺得前後差異在哪裡 沒有,因為妳本來就很好看 因為她剛一直就很沒自信 說別人說她很重 對 沒有啊 妳這樣就很好看啊 一點點的修飾就好了 對啊 她妝沒有 而且她也沒有貼長毛 對 她這樣的妝真的就是走在路上 男生會留意說 這女生好可愛哦 會想要緊張 我真的,我講真的 我覺得藝人就是要異於常 當然啊 是不是,什麼都要會 然後呢,還要能素顏出門 是 對不對 像我覺得啊 這個很重要啊 你看我們今天的女來賓 如果沒化妝能看嗎 什麼話 但是像我覺得 整個演藝圈放眼望去 就只有妳本人 素顏跟化妝都是明星臉 真的還假的 真的 瑩珍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妳真的發現了我的天生立直 對,這是我常在內心很久不敢說 素顏 儘量說,說60分鐘 妳素顏的時候就是明星 NONO啊 換完妝之後就是國際巨星 朗朗啊 很好啊 兩位都是大排啊 怎麼了 是啊,很好啊 對啊,我跟你講 所以說 妳不要說妳的觀察 小孩子才是不會騙人的 對不對 小孩子不會說謊嘛 對 像我兒子 現在揮子會叫爸爸媽媽的嘛 有時候在電視上面看到我出現 他也會叫爸爸爸爸 然後我們播到那個電影台 有劉德華的舊片 他看到劉德華也是叫爸爸爸爸 所以我跟妳講 在小孩的眼中 我們的顏值是一樣的 所以Stacy跟劉德華 所以 因為我們告訴你 我們的那個型男 每一個人上節目都帥得要死對不對 真的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過他們素顏的時候 對喔 是不是 這個真的很值得看 比歐素顏後還是比歐嗎 一定帥啊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 化妝前後零落差喔 你相信嗎 相信 一起床就美得不像話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你有想過總是在節目上 光鮮亮麗 有帥氣的外國新男們 私底下素顏的他們會是怎麼樣嗎 今天特別企劃 就要來一盔男神們的真面目吧 我們今天就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些型男們到底素顏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要一一歡迎他們進場啦 好 我要去接型男囉 好的 第一位會是誰呢 音樂 這是睡衣嗎 家裡的 對 拖鞋可以換個新的嗎 這拖鞋是你三個 這拖鞋是廁所裡面的嗎 這是我們的型男嗎 因為他這個打扮 跟剛剛冷氣漏水來修的那個師傅 穿的是一樣的 你的拖鞋是怎麼回事啊 因為他也會接觸到電嘛 冷氣 所以他要有塑膠的拖鞋 組隔那個電的來源 OK 所以他穿拖鞋 什麼都可以講對不對 朔彥 真的嗎 對啊 還好吧 那請問一下 妳素顏會讓我們聯想到什麼 一句話告訴我們 就我聽到我前女友 她跟我說 我看到妳素顏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前男友有多帥 蛤 好害怕 太傷人了吧 這種話不是想一想就好 怎麼講出來呢 對啊 他可以想跟他分手嗎 有時候也可能吃了誠食藥丸 好不好 誠食藥丸 到底露宿宴素顏的時候會是什麼樣 3 2 1 請談 好像流浪漢喔 還有書呆酒 你鬍子怎麼一個禮拜沒見就長成這樣啊 我鬍子就會這邊長一下下而已 所以你每天都要提 應該1 2千多要提 對 怎麼樣如何 三位嘉賓 他好像每天待在電腦前那種打電玩的 宅男 工程師 對 我之前就是工程師 對 我之前就是工程師 但是他有點感覺太體弱 體弱 弱雞的感覺 對啊 就是平常看起來蠻陽光的 可是他現在看起來有點太軟弱了 而且現在我們稱呼人家水電工 不太禮貌 工程師 工程師 就感覺沒有運動的感覺 就太白了 就覺得他的穿著如果換一下的話 會好很多 我覺得問題是出在睡褲跟那個 拖鞋 拖鞋那怎麼回事啊 這真的是你睡覺穿的衣服喔 對啊 尤其是冬天就舒服 是 但是你們看他這個樣子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 他當時有梳妝打扮的樣子嗎 我之前有看過這位型男嗎 你說他完妝的時候 完妝 我們這邊也準備了一張 他最後一天也可以使用的照片 賣我被人動 到底露宿宴完妝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跟現在有多大的差異呢 請看 哇 照片 照片 因為他平常感覺是很陽光很健康 他現在這樣感覺是 這個人有點髒 有點爛 有點頹廢 我覺得有鬍子差 可是有一些人是有鬍子比較好看 但他不適合 我覺得他適合乾淨 我覺得男生髮型很重要 你看你剛剛說他弱雞對不對 他這張照片 搶...搶雞 對 感覺有健身啊 就是有那種有在健身 很喜歡曬... 對 那什麼是搶雞啊 搶... 還好吧 我有搶雞 所以你睡衣也要改一下 露宿宴 麻煩帶著妳的照片 來 回到妳的座位上 謝謝我們的露宿宴 謝謝 這照片大小真的怪怪 那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 好 我們第二位來看是誰 要麻煩啦 帶他出來妳要喊過頭喔 柯子培 他坐嘴巴歪了嗎 坐嘴巴歪了 這不行啦 這個下半身有點做作囉 不行啦 穿到小孩的嗎 他屁股好漂亮喔 側面 側面不好意思 他有笑喔 他有墊屁股嗎 這不感覺有墊東西在你 他是故意把尺寸穿小一號的 我跟你們講 你們真的是少見多怪 你們有看過我的屁股嗎 不想看 我們想看這邊 妳手來腳來幹什麼 我腳沒有來啊 看腹肌幹嘛 腹肌是不是 腹肌OK啦 有沒有 你看 我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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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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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妳知道這種褲子 不行啦 褲子怎麼了 這褲子感覺就不是正常男生會穿的 就不Man啊 妳們真的太苛刻 這褲子比露宿燕好太多 沒有 那露宿燕比較好 露宿燕比較好 露宿燕比較好 她這睡褲好薄喔 妳好害羞喔 對啊 她在這邊看好害羞喔 妳現在 妳幹嘛臉這麼紅啊 營臻 我只能告訴妳 真的假的啦 那妳主持 我就後面玩一下 玩什麼 回答主題 請問一下 小孩看到妳說了什麼話 小孩有一次對媽媽說 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零錢呢 3 2 1 請看 還OK啦 對啊 還行 他脫掉滿好看的 對不對 其實他的牛鬍子滿帥的 對 那到底他妝前會是什麼樣呢 我們這邊也準備了他的 3 2 1 請看 Jesus 美國隊長 你是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那時候來面 他拍廣告他是他的替身 真的假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也想摸可以嗎 我們在聊替身 妳在聊什麼 替身喔 替身的屁股啊 妳摸摸看他的屁股跟盾牌 哪一個比較硬嗎 妳自己去摸 妳自己去摸 妳幹什麼東西 對啊 那妳要不要摸我的肝 肝 肝有多硬 肝鐵人 可以嗎 好 好 他順腹破了耶 你真的勤儉時間 對啊 算太久了 真的 怎麼樣 妳用戳的幹嘛 腿不是硬的 超硬的 妳戳什麼 妳以為妳是護士在打針啊 沒有 他腿不是硬的 當然他有練 那給妳摸一下軟的 小心手指都會陷下去 幹什麼 冷靜情深啊 陷下去 所以妳是美國隊長的替身耶 好帥喔 那妳說妳平常都有替身 那妳一起拍啊 我是那個安東 那個東尼的替身 我們是一起拍的 東尼誰 東尼誰 東尼史考特是不是 那是美國隊長 妳是塵蠻隊長 沒有 出塵蠻 所以這個 那個完妝是這樣 好了 沒這一段 沒有 她的身材穿這種睡褲太可惜了 因為那個臀部 妳不要再穿這個睡褲 妳覺得她穿比較 比較 像 Kevin Klein Kevin Klein 妳還涼上衣了 妳還不穿 妳在講什麼 夏天不穿太開心了 夏天不穿 對啊 可是她穿這種 就是妳脫掉才有大反差 對… 謝謝 這是柯子培啦 來…謝謝 妳看她屁股 屁股真的很可愛 她屁股剛剛一弄桌子都倒了 好 誰向妳一直回過去 妳都沒有反應 好了 收起妳們的壽性 好 下一位有請 馬丁 馬丁 這還可以 這是馬丁帥的啊 這個還帥 帥嗎 外面三十六度 她給我穿毛襪 哪裡帥 很悲好不好 她這個OK喔 家裡這樣穿OK啊 妳的毛到底 幹什麼啦 妳今天怎麼了 幹什麼妳 她整身有什麼話 換妳咪牌啦 真的 我來看一下好不好 到底馬丁有什麼 有笑點 不是 因為馬丁平常都是 輸的都是很整齊的 妳知道嗎 等一下她面具拿下來 我怕妳們會吐 到底馬丁的真面目 沒有素顏 沒有化妝 會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被她髮型嚇到 3 2 1 請看 別的頭髮好豐盛耶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好像女生喔 她本人 就是她沒有素顏的時候 她素顏的時候 還是滿帥的 其實 可是也是稍微比較娘一點 平常比較man 因為她的頭髮的關係 還有眼睛也變得好 妳今天有夾睫毛喔 沒有啊 我的睫毛真的很長 大家都是說我當女生好了 她睫毛真的很翹很長耶 幫大家回想一下 她完妝的樣子是怎麼樣 3 2 1 帥 帥氣 這樣比較帥 不同感覺 都很帥 頭髮就差很多啦 對 可是其實她頭髮放下來 看久了也滿習慣的 對 也是有花輪的感覺 對 有人問說 她為什麼下巴抬那麼高 誰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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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在問 好啦 這是妳妝前跟妝後 其實沒有差很多啦 對 就是髮型沒有裝上去 自然美嘛 很棒 我覺得沒有什麼差異啦 我覺得她平常感覺比較成熟 就是素顏感覺比較像男孩 對 年紀比較輕很像那種 社會新鮮人有沒有 對 跟前面兩個比 她是好的 對 好 謝謝馬丁 謝謝 謝謝 再次謝謝馬丁 謝謝 好 來 下面一位請接機 喜愛健 喜愛健這麼娃娃的也會有差嗎 真的 她拖鞋還不錯啦 她拖鞋是正常的 對 正常的 睡褲也正常 上衣也正常 好開心 她毛也滿多的耶 你體毛是有順過是不是啊 而且她體毛可以翻邊的感覺 一個西方人 一個東方人 你們這樣比好嗎 不是 她體毛的感覺很像有 往同一個方向輸啊 夾過離子夾的感覺 我有剪毛 你剪毛 幹嘛剪 對 太長了 她多到她褲館一往上拉 整個毛敞開 就這麼多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笑成這樣子嗎 什麼問題 有日本小偷的感覺 對 日本小偷你都看過 有 就是那個戴子 偷走了你的心 誰 尖詐 尖詐的那感覺嗎 這裡的那個有沒有 對 就是我沒有掛鬍子 跟有掛鬍子的時候真的差很多 差很多耶 到底我們的娃娃臉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然後 3 2 1 請看 蛤 是不是 小偷臉 為什麼 好不好 我從來沒看過她褲子 我也沒看過耶 她每次來都刮得很乾淨 我也沒看過 你這樣 蛤 因為為了這個單元那個工作人員叫我說 就前兩天就不要掛鬍子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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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兩天就這樣喔 對 那你兩個月還得了 所以 人家以為你在演星球崛起 兩個月你不是就這樣子 對… 還可以綁電子耶 我們來看一下 她妝前的樣子 3 2 1 請看 有 這個鬍子真的差很多耶 娃娃臉啊 她手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那麼多 我可以走了啦 謝謝你喔 謝謝 謝謝 謝謝喜賴健 謝謝 好 下一位我來看一下是誰 是誰 那是什麼帥衣啊 好奇怪耶 去哪裡 幹什麼的 幹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的朋友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叫生魚片耶 你在幹嘛 你以為你在迴轉壽司啊 趕快看一下好不好 那請問一下你素顏的時候 你女朋友跟你講了什麼 我跟妳出門很丟臉 謝謝 這次謝謝賈斯汀 等一下 我要看一下壽司師傅 不要浪費時間 前面搞很久了 好啦 那你快點把那個面具拿下來 好 3 2 1 好拉擦喔 你補給也是兩天嗎 三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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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慢的 三個禮拜才這樣啊 對 很慢 你的男性荷爾蒙很缺乏 而且這邊都紅色耶 對啊 紅毛 好 謝謝 好啦 角色丁其實沒什麼差別 而且你要看一下他裝淺快點 不是 他們三個還不是啊 要評論一下 不用了啦 不用畫一下 不用是 沒有什麼要畫出來 好 導播 3 2 1 好陽光 謝謝 他的鬍子這樣長長長 可以長到嘴巴耶 這個也是很厲害 重點因為你也流不密啦 對 不夠有心 這邊不會臉在一起 而且為什麼你會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一條 對啊 這邊不會臉然後 這邊也不會 對 好怪喔 他就是一塊… 感覺是修鬍子修壞掉 修壞掉 對啊 所以就是一個補破王的感覺 對啊 這一個好好笑 好啦 不好意思 導播再畫圈圈了 謝謝… 這一段OK了 謝謝… 謝謝賈斯汀 謝謝 謝謝… 最後一位 不用…我來 幹什麼… 最後一位 歡迎 張手… 張手… 張死了 好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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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不要 不要 太害羞了 我的天啊 幹什麼 我的天啊 馬丁他這樣穿好嗎 好啊 不要 張白眼 他打不回來了啦 而且還會拖鞋好帥 拖鞋是名牌耶 真的 好緊喔 人家剛剛那個T恤也是Nike 你也沒講過啊 沒有 不一樣 不好意思 素我模仿一下 他一出來 柯子培的反應 他沒有… 他沒有這樣 他說看 因為他出來要看他 那是你 看一下素顏 我們要看素顏喔 因為大家就在問嘛 對不對 1 2 3 素顏 翻哪裡 好啦… 3 等一下 比歐 妳有… 就是說 人家看到妳的素顏 有對妳說過什麼樣 她應該沒這困惹吧 發瓶的話嗎 有嗎 比歐 可能起來的時候會說 這不算啊 這什麼 髮型會好笑 她沒有… 再好笑會有馬丁好笑 沒有 因為我昨天就起來的時候 就是髮型有點暖 對啊 那沒有這個困惹吧 還是要密牌一下 那很自然好不好 因為如果比歐 真的有差的話 就不要破壞那個形象 好 妳看好 給妳看 給妳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幹什麼 妳幹嘛主愛我跟比歐啊 快一點 好 1 2 3 沒差 好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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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差啊 妳沒有差啊 妳有卸妝嗎 妳現在有卸妝嗎 妳是有去看眼頭 她眼頭也太近了吧 而且妳一定有化妝 皮膚太近 沒有啦 我都沒有啊 她沒有保養 沒有差啊 她雙眼皮跟眼頭 什麼都沒有啊 妳都沒有保養 她的頭髮怎麼樣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幹什麼 還想生第三個是不是 她頭髮是細軟型的嗎 好軟喔 她頭髮真的很細軟 她頭髮 頭髮妳摸這裡 這裡有頭髮 這不是頭髮 這裡有毛髮 好了 亂來 那麼也要看一下那個 比歐妝前的樣子 來 3 2 1 好帥喔 好帥喔 你們可不可以看一下 其他醒男的表情 因為醒男又哭不爽的 等一下... 我們麻煩導播一下 等一下 我們先從馬丁開始 剛剛一把照片轉過來 馬丁妳的反應是 賈斯汀妳的反應是 我根本看不到她眼睛 剛剛罵看的鴿子培 嘴不太打開了 最後一個壓軸 洗賴剪 這一張好帥喔 真的 帥到捲袖子那種感覺 好MAN喔 對 都不行耶 就一副手 妳要來嗎 妳要來嗎 妳要來給學生 回家 妳要來嗎 就是妳要來單挑嗎 這樣子 妳看起來怪怪的 對 所以她素顏如果早上起來 看到這樣子 做菜給妳吃得OK的嗎 OK 這吃得了嗎 是不是 就吃到別的地方去嗎 吃什麼呢 吃早餐 吃什麼呢 吃到樓下早餐店去了 吃什麼跟你想吃的一樣 不要亂給我訪問 沒有 是習慣比較穿 比較引動性 像瑜伽 瑜伽庫喔 不是 她會要帶狗狗去 好緊喔 早上晚上要帶狗狗去 這是正常的運動褲啊 我覺得很少男生 會穿這種緊身的吧 為什麼睡覺要穿那麼緊身 不會 因為很多男生會穿 居家啦 居家的時候 我洗到鼻上沒有穿 什麼 怎麼突然醒了是不是 突然醒了是不是 我有練一下 他說什麼沒有穿 就是睡覺的時候 不會穿褲子啊 什麼都不穿 內褲也不穿 衣服呢 我也是啊 好熱喔 我可以加500塊錢嗎 我也是啊 我說得對吧… 我也螺碎啊 你怎樣… 我也螺碎啊 怎麼那麼髒啊 對啊 對 那 選三六穿啊 你現在沒有穿 你現在沒有穿 怎麼這樣 警衛 對 今天警衛讓我們三個都失控了 所以你看 等一下 他沒有穿 所以代表他這個形狀是裸型 是圓形耶 他現在 你幹嘛一直看人家啦 謝謝比歐 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曾經在沒有打扮的情況下 有沒有什麼尷尬的狀況 有嗎 有 我有一次 我剛要去巴西的時候 我很 因為以前我會掛褲子 頭髮也會剪 所以我 但是去巴西的時候 我怕會太帥 所以我 怕會太帥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我不想要看得出來好像是一個那個外國 那個優秀的外國人 對 所以我想要留鬍子 對 然後留鬍子 留頭髮 我在巴西的話大概一個月多 那我要回來的時候 我在英國的飛機艙 我要那個海關給我的護照的時候 他看到我說 不好意思你跟我來 然後他們帶我進去一個房間 我要等另外一個人過來 然後他們一直不相信我 那個人是我 因為護照那麼長 我帶一個照片給你們看 我有護照沒有護照真的差很多 哇好像空谷分子 差好多 真的 這跟他們兩個人嗎 那個是感覺要放炸彈吧 旁邊那個 對 這個合理 因為我在美國也過海關有這個護照 他們以為是空谷分子 你護照有可能留到那麼長嗎 這很多耶 我沒辦法 對啊 所以這個要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多 一個月就這樣 一個月就這樣 你這個真的是兩個人 看出來是兩個人 對 那時候真的很尷尬 那個 因為我是學校的時候 也喜歡穿這種 在百里 泰國賣的 很魚膚褲那種 很薄 很薄很涼 很薄的 很舒服 很薄的 那就是 紀念以前就是 我紀念跟我說 你明天早上 八點多 有一個 很普遍的 我說好 可是 那時候晚上的 太累忘記煩惱中 結果我睡過頭 那我紀念人馬上帶給我 說 Fabu 你在哪裡 然後我馬上起來 說好 我馬上來 馬上來 結果我沒有換衣服 就穿這種北心 跟這種褲子 可是 沒有內褲 然後就是去 然後就是去 男生知道有時候 男生就是早上啊 我們可能 太興奮 不知道 然後我在 那個開心的時候 就 就很明顯 我不相信我 看照片 不要看什麼 沒有 就是看他 要是訂照片給他 然後就 一直在擺照片的時候 那個沈醫師跟我說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廁所 把它整理一下嗎 好恐怖喔 可是我沒有內褲 所以就是 你要怎麼整理啊 對啊 告訴我們怎麼整理 教我們一下吧 沒有要問這一段 沒有 就這樣 可能安靜一下 我覺得我做好 會比較好 所以這是男生 他安靜一下 怎樣安靜 好好過動就好 對 好好過動就好 對話 這個真的很不方便 有時候 早上起床的時候 有人瞧 你起來你說 Oh my God 先要確定那邊是誰 你在誰 好 不好意思 其實其實 因為有點類似 差不多了 就是說 有前幾天而已 然後我就睡醒了 然後因為我平常在家裡 我只是 只有穿內褲 所以我 只有穿內褲 然後去客廳那邊 然後打電動 打電動 打電動 然後突然又有人按 門鈴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就是在臉線中 又是只有穿內褲 所以那個遊戲也不能暫停 然後我也想說 算了啦 因為我想說 他應該會把那個 因為我知道是 就是前天買的 電動機後 然後就會 就會來嘛 所以我想說 他應該會送去那個管理員 結果他就繼續按 然後我就想說 唉唷 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老婆就會被吵醒了吧 小孩也會被吵醒 然後這樣子他們就會出來 然後來罵我 所以我就馬上來開門 然後我一開門 老婆也是出來 然後開始罵人 然後因為我是開門 然後之後那一窟那邊 然後那個人就看到我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馬上躲到後面 然後老婆就 就來那個牽手了嘛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送貨的那個人 他突然就說 那邊不是 好像是耶 這時候最尷尬 然後我老婆就是啊 然後 那我可以跟他 跟他拍一個照片嗎 我老婆可以啊 就是內褲而已啦 我就說 你這樣子 我只有穿內褲 你還跟他說可以拍照啊 是哪一招的啦 所以你最後真的穿內褲 跟他拍照 沒有啊 我就馬上就是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馬上就去 去穿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拍啦 而且他整個 怎麼認出馬丁的 不是看臉喔 是看內褲 對 這什麼意思 我 我住社區的時候 因為如果沒工作的話 我就不會化妝 而且我近視很深 我的眼鏡大概有這麼厚 然後戴上去就是眼睛會變小的那種 對 有一種看起來 對 然後我又會 因為我現在有瀏海嘛 所以我都會戴髮枯 把瀏海枯上去 然後夾個鯊魚夾 穿著大T恤跟 夾鯊魚夾真的就 對 致命傷 然後T恤跟那個籃球褲 而且在家的時候 沒事就不會穿內衣啊 然後我就去樓下溜狗 然後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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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進來電梯就一群人 然後想說 我這樣子沒有人會認得出來 沒差 然後我就 到了電梯樓層然後走出去 然後我回家就要滑手機滑溜溜 他說 請問 你是也是住XXX社區嗎 你今天是不是有去溜溜 然後什麼什麼 我一看到前面 請問你也是住XXX社區嗎 我直接 點不點開來 哪一個社區 就是XX社區 你是聽到他 在家都不穿內衣是不是 然後我那個訊息一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把它點開 所以他寫信到你臉書去 就是粉絲專頁 就是你的臉書 資訊啊 你明星出門真的不能這樣 很沒自由 對 就是這樣很舒服 可是也不行 不行 但是至少你有被認出來吧 我覺得你們都 應該算好事吧 因為就是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可能就會穿很邋遢 就像可能沒有差不多這個樣子 又沒有就頭髮跟戴眼鏡這樣子 可是就有一次我在捷運上 然後我搭捷運後 有一些好像女中學生 她們都穿制服 都上來 然後我在那邊坐在旁邊 然後突然有一個女生看到我 說欸 那個是不是有上電視節目 那個是 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有上電視節目 另外一個女生有轉頭看我 她告訴我 拜託 她說 一看她這麼普通的樣子 妳就太愛上外國人 她就是 她沒有什麼的 然後我就聽到這種話 我就說 就很 就很 趕快就有點 離開他們 就做有點遠了 好傷心喔 對啊 我也有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我剛生完老大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內分泌失調 我的皮膚狀況非常的糟 然後 身材也還沒有恢復 然後整個 反正我只要出去遛小孩 我都會戴個口罩這樣子 就戴這樣 這種 這種口罩 而且還有黑色的 對 反正就想說 因為也不會 就懶得化妝只遛小孩 就有一天我就遛小孩 想說去公園 到樓下的時候 突然想到忘記戴口罩 之後想一想 算了 這麼近 也沒關係 好死不死 那天就有人過來問路 就一個大概 四十多歲的 四五十歲的大叔 然後他就過來問說 請問拿來怎麼走 然後我就 還沒有反應到 我就告訴他 講完了之後呢 他就這樣子 這麼近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當場你知道我覺得完蛋 因為又有痘痘又泛紅 整個狀況就很糟 然後呢 結果他真的也很奇怪 我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人 他就這樣這麼近喔 他就這樣看說 這樣耶 你越看越像耶 你是不是就是他 你是他喔 你是不是 這樣很沒禮貌耶 真的很沒禮貌 可是你知道我當下 你知道我居然就 很實話的說 我不是 我不是 然後我就帶著小孩走 我真的完全不敢承認我就是他 因為妳覺得那時候 皮膚狀況不好 太糟了 對啊 比較沒有自信 但是外面很多粉絲 真的是這樣子 會這樣嗎 他說看點素顏的時候 他說 我可以跟你拍照喔 可是我素顏 他說沒關係 我說 妳沒有關係 我有關係 對 就跟誰一樣 因為有時候 粉絲你素顏就算 他不只想跟你拍 他有想跟你的小孩拍 但其實我剛才 我會犧牲我自己 就算我素顏很醜 但我為了避免他拍我小孩 我會說 那妳跟我拍就好 不要拍我小孩 因為小孩子 你比較不想讓他曝光 然後我曾經碰過 就是在親子餐廳 我小孩子就是在吃飯 已經 小孩子吃飯吃了我全身都是 已經弄 因為你餵他吃 弄得全身都是 然後只有正在扯你頭髮的時候 然後有粉絲就過來說 哇 你是宇文是不是 我想要跟你 跟你的孩子拍照 然後同時 然後正在大便 然後你就抱著他 然後身上一把屎一把尿 就食物 他又在扯你頭髮的時候 他堅持要跟你拍喔 對 然後你就 真的 或是你在尿布台 尿布台會有兩三個 在親子餐廳 然後你正在換尿布的時候 旁邊 對 然後我說 可不可以拍一個照 可是你知道你小孩 躺在那邊講 哇... 對 隨時會 然後就說沒關係 把小孩擺在那邊一下下 我跟妳拍一下就好 那妳下次出門 就把小孩化濃妝 這樣他們拍完 就把它卸掉 就算不錯 卸 本身都屌了啦 妳真的有在解決問題嗎 我有啊 想請問一下 妳們覺得哪一國的女生 素顏化妝差最多 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 怎麼可能 可能是亞洲女生 英國台灣 日本 日本跟台灣就差很多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 除了化妝 她們會改她們原本的樣子 她們會可能放大片 那個 假睫毛 假睫毛 然後把那個 皮膚的顏色放 可能白一點 所以就是 卸妝的時候 可能就是 有一些女生會完全不一樣 法國女生 可是外國女生可能會 那個 口紅啊 口紅啊 然後可能一點點黑黑 或是一些那個 眼睛 外國女生 頂妝才是最後的 可是她們不會改她的樣子 不會改 所以一個外國人的臉 可是 有一些亞洲人 亞洲女生 她們會 相蓋 相蓋一個歐洲的 一個外國女生 所以這個會差太多 那如果我說 我卸完妝沒有差 妳願意看一看嗎 可是我覺得 外國女生 化妝前後才是差錯 怎麼可能 對 不對 我之前去英國的時候 那邊有一間 很有名的牛排的餐廳 然後我們就去吃 然後我印象中 裡面有一個服務生 非常的漂亮 是女生 她有那種 森林系空靈的那種氣質 然後就戴個眼睛這樣 然後很漂亮 然後過幾天之後 因為那間太好吃了 我們又回去再吃了一次 然後就有一個女服務生 過來說 我覺得妳的睫毛接得好漂亮 妳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們是從台灣來的啊 什麼什麼 但我沒有意會到她就是 那一天我看到很漂亮的那個女生 妳沒認出來 我沒認出來 她眉毛整個 我跟你講她眉毛 她這邊一半 後面全部沒有 所以就是 你知道有眉毛跟沒眉毛 差超多 而且她的膚質 就是你近看 可以看到她毛孔很粗大 而且就是有些痘痘這樣 妳說這個英國石 在英國哪裡 倫敦 就叫做 The London Look 對 是嗎 對 然後 什麼啦 因為我沒有照片 誰要畫出來 我之前有一個 也是倫敦來的女生朋友 然後 她本來是一些 雀版在臉上 就是蠻可愛 但是她在那個粉底那種厚道 那些雀版 完全 你說厚道 不見了 對 完全不見了 這樣 然後 她上面 她現在是在示範最新的修容方式嗎 對 然後她上面那個 那個眉毛那邊 她們出去夜店的時候 超誇張的 沒有 她們也是一個很流行的一個 一個 黑衣人嗎 沒有 就是 薛瑪丹娜 她有個那個GAP 有 還有那個 牆尼黛普的前女友 對不對 也是有那個模特兒 那個模特兒 很有名 她就是故意把它分得很開 英國人嗎 她好像是英國人 對 The London Look 但是後來我那個朋友 被另外一張照片標了 然後想說 這個是誰 因為出現在我那個FB上 我說我 好像沒有加過這個人 然後就點進去 看到底是有誰在裡面 結果發現 我靠 完全認不出來她 差太多了 然後凱傑還加她好友 對 不是 一定是共和朋友 來 那你老婆素顏有差很多嗎 這 怎麼可能 完全沒有差別啊 所以不要讓我進口 你也好看 你幹嘛PK 你幹嘛鼻孔真大 沒有很好看 沒有 所以不是 下一位 我也覺得 還是日本女生差別最多 對 你也自己覺得 我也這麼覺得 因為日本女生真的很會化妝 就是他們的技術 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這一次 因為有這個單元嘛 所以就我 我問了很多日本的朋友 或者是親戚啊 表妹表姐他們 可不可以給我 日本人的素顏跟那個 化妝後的照片給我 前後的照片 他們差不多我問了 快四十五十個人 對 不 對啊 因為我想說 而且還把你的電話刪掉 之類的 真的印象當中 很少看到日本女生有素顏 對 所以他們是 知道是在台灣播嘛 然後可能是在日本 不會看到喔 你們的朋友不會看到 但是他們說 死都不要給我 可是唯一 有答應我的人在 那請問一下你在日本 你身邊的女生朋友 包括你姐姐你媽媽 你有常看到他們素顏嗎 常看到有媽媽他們嗎 還是會有素顏嗎 媽媽 因為媽媽已經放棄人生 對媽媽已經媽媽了就 對 可是日本的女生 在路上化妝都化很濃 我覺得他們的明星妝 都感覺很淡耶 像什麼星圓結衣那種 可是你是很自然 你會覺得日本的妝 跟韓國妝 我覺得韓國妝反而 比較有心晰啊 對 就是日本女生的 那個明星的妝 感覺是很透 然後韓國是很重 因為他們的化妝技術很好 因為他們是明星 所以你也覺得日本 我也覺得是日本 有一次我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介紹 另外一個日本朋友給我 然後我們就去一個 很有名的溫泉 然後在那邊泡 所以他就卸妝了嘛 然後就 頓時有嚇一跳 是 就嚇一跳 不是啊 你不能太明顯啊 然後就跑出去報警說 有人闖進女生 你說有來自闖進女生溫泉 因為他們的眼睛大小差很多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